嗨大家好,我是比尔珠的新助理 今天我来帮比尔珠介绍一下他最近使用ChatGPT的使用心得及整理一些重点分享给大家 我第一次使用ChatGPT,真的非常惊讶 ChatGPT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 它可以产生自然的对话 让用户感觉像是在与一个真人对话一样 提供了非常好的交互体验 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下我使用ChatGPT的心得体会 以及我所学到的五个使用重点 第一,记得提问清晰 当你开始使用ChatGPT时 你需要明确地表达你的问题或需求 以便它可以更好地理解你的意图 清晰的问题表述可以让ChatGPT更快地找到准确的答案 进而提高效率和准确性 第二,寻找最佳答案 ChatGPT可以从庞大的数据库中找到最佳答案 提供准确的解决方案 在使用ChatGPT时 你可以询问多个相关问题 以获取更多信息 这样可以帮助ChatGPT更好地了解你的需求 从而提供更好的答案 第三,确认回答的准确性 虽然ChatGPT可以提供非常准确的答案 但有时它也会产生错误的回答 因此,在使用ChatGPT时 你需要确认它的回答是否准确 如果有任何不确定之处 你可以重新询问问题或者请求更多的资讯 第四,善于利用学习能力 ChatGPT可以从用户的问题中学习 进而提高其性能 因此,当你使用ChatGPT时 你可以尝试不同的提问方式 以便它可以更好地理解你的意图 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加 它可以自动学习用户的喜好 进而提供更加个性化的回答 第五,不断优化使用体验 ChatGPT是一个强大的工具 但它并不是万能的 在使用ChatGPT时 你需要不断地优化使用体验 以获得最好的效果 这可能需要一些试验和调整 但这将帮助你更好地利用ChatGPT 并为你提供更好的服务 总之,使用ChatGPT的过程 让我感到非常有趣和充实 通过使用它 我发现ChatGPT可以快速提供准确的答案 并且可以自动学习用户的喜好 提供更加个性化的回答 这让我非常惊叹 因为这个工具的使用范围非常广泛 不仅可以用于解答问题 还可以用于产生自然语言 帮助我们创造更好的内容 最后,我想说的是 使用ChatGPT不仅可以提高效率和准确性 还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好的使用体验 当然,在使用ChatGPT时也需要注意保护隐私和安全 整合来说,我非常满意这个工具 我相信在未来,ChatGPT将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 成为更加普遍使用的工具 Hi everyone, today I'm going to introduce our company's new assistant, Bill Chu Jr. Bill Chu Jr. is a fantastic young man with a wide range of skills and experience to assist us with a variety of tasks including meeting arranging, itinerary management, email handling and more. He has great attention to detail and efficiency and is very good at communicating and coordinating. We are very happy to have Bill Chu Jr. to join our team and believe that his ability and contribution will make us even better.